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1号 新岛中文电台旗下的新岛电视正式起播 开创网络电视新纪元 同月 新岛电视手机应用程式开始上架 听众可通过手机程式收看新闻视频 及收听新岛中文电台 2018年开始 新岛电视正式更名新电视新TV 除了YouTube 脸书可以看到精彩节目之外 在湾区各大餐饮店 华人商店 都能看到新电视的踪影和精彩节目 影响力遍及湾区 新电视线上全球订户到2020年已经超过15万名 2020年疫情期间 新电视制作多档直播节目 丰富了在家避疫的沉闷生活 也将湾区带到全世界 权威时事资讯 敢言 敢担当 一年365天 永不休止 新岛新闻团队日以继夜发布最新最快新闻信息 精英评论员 不偏不倚 不亢不卑 为您点评天下事 听众遍及全球 影响力无远弗界 在过去25年 新岛中文电台主办的多次歌唱比赛 发掘无数歌王歌后 1997年第一届流行之声国语歌唱比赛 在旧金山市艺术宫举行 冠军代表旧金山市参加台湾中国广播公司举行的 全球流行之星歌唱大赛 2001年旧金山市代表陈敏之 赢得了全球流行之星歌唱大赛冠军 2001年的第五届流行之星 以及2002年的第六届歌唱比赛 分别邀请到香港影视红星刘雅丽 以及台湾歌星尤雅作为了表演嘉宾 2003年的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在金门公园内举行 表演嘉宾为夏绍生 吸引将近3000华人参与这场大型户外音乐会 同年的流行之声国语歌唱大赛 邀请到潘岳云为表演嘉宾 2005年旧金山市联合广场户外举办的 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表演嘉宾为叶倩文 当天联合广场挤进了将近5000位的华人 盛况空前 2013年举办卖王争霸赛 选手江振章成功以雄厚的歌声赢得冠军 代表旧金山市赴广州参加 卖王争霸终极赛 越于好声音 全球总冠军郑琪琪 就是出自于新岛中文电台2018年所主办的 湾区越于好声音 新岛中文电台为社区筹款不遗余力 1998年到2010年期间 为新桥服务中心举行多次空中筹款 总共筹得数十万元 之后为四川地震灾民筹款 为家桥议社举办的电话认捐 及拍卖慈善物品活动 2012年为东华医院举行的 爱兴县东华空中筹款 当天筹得五万元 连同之后的筹款活动 最后东华医院总共筹得超过三十五万元 2020年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 新岛中文电台参与桥社筹款运动 筹得支援中国抗疫善款四十余万元 在参与社区活动方面 新岛中文电台多次参与 旧金山市华步以及乌伦华步百接会 也曾举办多次户外活动 包括在大美国游乐场 以及海洋世界的家庭同乐日 也曾举办海象保育区 以及红木林春季乐幽游行 美酒佳肴品酒团 万圣节装扮派对等 2018年在梁建峰社长的带领下 乐居镇一日游 JJ酒庄品酒行都广受好评 另外在当年的四月底举办的 台庆一日逍遥游 受欢迎程度报表 原本估计150个名额 足足多了100位 2019年更推出了饺子节 台湾夜市等活动 让听众跟众DJ近距离接触 星岛国乐与台采访过的 名人与明星不计其数 包括陈奕迅 薛家燕 关菊英 王祖兰 李克勤 曹猛 陈小春 郑一剑 郭德纲 刘晓庆 更有独家专访 关锦鹏 高雄市长 韩国瑜 历任 旧金山市市长等人 2018年 更将节目访谈 立体化 多元化 配合广播播出 顺应潮流趋势 开设视频播出 不仅如此 更将直播室带到户外 林修荣对话和人 梁建峰社长 亲自主持的时事论坛 让听众不仅听得到 更看得到 还能现场互动提问 节目一推出 在湾区造成轰动 过去25年 新岛中文电台 分别在北加州 华人传播媒体协会 NCCMA 新美国传媒 NAM 及全球华语广播节目 大赛当中 屡获殊荣 梁建峰 叶丽玲 海祥 孟阳 都分别获得了 多项最佳级优秀奖项 新岛中文电台 累积了25年的广播经验 成为湾区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广播电台 2018年开始 新岛旗下增添声力军 除了新TV之外 网络购物商城 摸摸打正式启动 让听众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 除了有精彩节目收听 丰富多元的商品 更能便捷听众生活 2019年 梁建峰社长 更加服务华人社区的理念扩大 在中国城华部 开设访客中心 这也是旧金山市府 正式官方合作的访客中心 藉由多元服务 提升华部形象与业绩 在梁社长的带领下 2018年 新岛中文电台 服务范围不仅在湾区 更扩及至沙家缅度 同年推出定制网络收音机 让新岛中文电台 广播进一步的突破 发射范围的局限 无障碍地为所有华人 提供7天24小时 高音质收听享受 25年下来 新岛感谢有您的支持 在未来的日子里 新岛中文电台 会继续以创新 专业的精神与态度 为全球华人听众 带来最新的消息 最精彩的节目 时刻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新岛中文电台